大家好,我是阿柴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5号 昨天晚上我买了一个PS5 4450万 一个双手柄套餐 光驱版 正常情况下这个光驱版 它是3899 我是在1月14号晚上 将近22年的时候 在抖音索尼的旗舰店商城里面购买的 这个时间和各位分享一下来龙驱脉 目前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能买到的PS5光驱版 这个单机版 也就是3899的这个东西 国行 相当于3899加500元 这个500元是给中间商的 那我花这个4450块钱 买的是一个3899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一个新发布的蓝色手柄 所以说我买到的就是原价 只不过这个500块钱 我没给中间商 而是买了一个手柄 购买PS5光驱版 这个过程经历还是挺曲折的 首先是在去年2021年的11月29分 我就想买一个PS5 那个时候呢 从京东 天猫 我都看过 也都抢过 但是都没有抢到 昨天呢 14日早 10点 在那个索尼的微信小程序里面 有一个索尼的官方商城 它在那里面每天10点 从1月11号吧 到1月23号 每天早上10点 它都会放亮 我昨天试了一下 还没到10点 它那个服务器就崩了 大概到10点10分以后 那个服务器才好 页面根本刷不出来 后来我看了一下 14号当天 获得到 或者说能抢到的 只有10个名额 今天我也看了一下 也有10个名额 也就是说 每天只放10个名额 让大家去抢 狼多肉少 我估计我是抢不到 所以这个方案 从昨天上午我就放弃了 后来我又问了一下 北京这边的 索尼数码的旗舰店 西单有一个 还有朝阳大跃城也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店是没货 另外一个店呢 它有一个5000多块钱的 一个套装 那个有线货 因为我当时只想买一个主机 然后再加一个手柄 所以说这个方案 暂时也不考虑 下面说说抖音平台 18点开始直播 整个直播是22点结束的 我几乎是全程在线 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抢购情理 从下午6点到晚上8点的时候 基本上每隔2到5分钟 它会放一台出来 买了之后 到下订单那块就没了 因为它库存只有一台 从6点到8点几乎都是饥饿营销 又不能说是它没货 它每隔几分钟就会放一台出来 让大家去抢 抢了又抢不到 前前后后一共放了有一二百台的样子 另外它放的这个都不是单机版 它这个5400块钱是一个套装 其中有一个PS5的主机 然后再加一个手柄 这个手柄是带颜色的 红或者是蓝 然后再加一个充电 一个耳机 就那个无线耳机 好像700多块钱吧 这手柄是500多 然后还有一个手柄充电器 底座 这个底座 我今天特意看了一下是230 也就是说这一套 这是3899 那差不多是5400多块钱 是这个套装 每隔几分钟就放一台 让大家抢 后来我一直抢到8点 压根都没抢着 制造了一个紧张饥饿的氛围 然后到了8点 请了一个女明星 她来了以后呢 就说了些东西 我也没详细听 但是等她说完了之后 开始放量 大概放了100台 还有两个套餐 一个套餐是这个套餐 是5400多块钱的 还有一个套餐是 PS5加手柄 好像也有耳机 好像还有底座 还有那个麻布仔 大冒险 还有什么呢 我不记得了 反正这个比这个还要贵 小6000 这个套餐 跟这个套餐 她一起放 比如说这放100台 这也放100台 然后她继续说话 讲了大概十来分钟 又放100台 然后这也放一二百台 然后她会不断的放量 但是这个时候呢 问题就来了啊 并没有那么多人抢购 是可以买到的 大概持续得有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 这段时间 这个5400多块钱的大套装 跟小6000块钱 这个全家服 或者叫全家桶 都是可以买到的 如果你想买 绝对是能买得到的 另外她这都是承诺 1月30号之前发完 在春节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玩到的 因为抖音的直播间 它有一个人数 刚开始的时候 有2000多人 我是那个时候进去的 当嘉宾来的时候 人数达到了6000多人 她一看人来了 然后赶快放量 虽然她放了量 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人买 这个库存消化的非常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也特意看了一下 这个手柄 该买哪个颜色的好 然后这个耳机 在鲜鱼上能卖多少钱 还有这个底座 有没有必要买 大概能卖多少钱 我估计这个耳机 可能不太好卖 后来我看了一下评测 说这个耳机的音质一般 而且它还有一个耳机的接收器 好像是2.4G的传输 所以说这个耳机 对于我来说是可要可不要的 这个底座呢 230块钱 也可要可不要 我用的是双手柄 肯定要有一个底座 可以买一个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价格 应该是在100块钱以内就能买到 最好买一个Type-C口的 然后那种接线会比较方便的 它默认的这个底座 肯定是特别漂亮 特别完美的 但是它有一个电源的一个适配器 插在那个插板上 很大也很麻烦 不如Type-C口的方便 后来我看评测 说是第三方的 可能给两个手柄充电会慢一些 这个还得找一找 这个是从18点到20点 然后下面说一下 从20点到22点